各位师傅大家好 首先感谢各位师傅对咱们李氏工具二合一的支持 李志心师傅是前往到李氏二合一工具的发明人 同时也是咱们所有工具的专利权的所有人 同时索权工作30多年以来 研发出了李氏包括二合一、电位开、读尺、直读工具等一系列的产品 近年来夹工具也是不断的出现 但是夹工具的做工质量和读开标准出现的问题 也是给各位师傅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各位师傅能跟我们一起 对夹工具进行抵制 今天我主要是从咱们二合一开启、读尺、减尺 这方面进行一下简单的介绍 如果有问题的话师傅可以及时的跟我反馈 或者我在视频过程中我的方法 我的有出现问题可以对我进行批评指正 首先介绍一下咱们的李氏二合一读开工具 这个是咱们HU66的二合一读开工具 二合一读开工具是由两大部分俗称 一部分是钥匙体 一部分是主面板 其实还有咱们的推动感 再就是敲杠 钥匙体上面有咱们的注册商标 现在是李志勤师傅的头像 然后呢 主面板上有咱们的RC card号 也就是钥匙号 RCK909PAT 这是咱们的专利号 再就是 敲杠上的指针 持位线 持身线 H66V.3 这个是Ignation 还有那个Dorlog 这个意思就是咱们的门锁 点火门锁尾箱的一个简单的缩写 这个希望师傅能够自己看一下 我就不再一一说了 再就是咱们HU66大众的练工锁 这款练工锁呢 是有八个弹片 四个持身 也就是这个泡面图上介绍出来的 这个平面图上介绍出来的 四个持身 一二三四 八个持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最深的是四号持身 最浅的是一号 这款锁有两种排列的 谈片的排列方式 一种是一三五七二四六八排点 另一种是一二五六三四七八的排列 主驾驶在左侧的时候 咱们是逆时站方向开启 也就是车头开启 主驾驶在右侧的时候 是顺时站方向开启 再就是HU66 咱们更新的一个直读工具 也是门锁点火尾箱直读 这个在后边咱们还要进行简单的介绍 HU66的主批 HU66的副批 通过进行对它的读出来之后 进行裁剪 可以配合主批 咱们测试是否正确 然后进行做钥匙 然后呢 我给大家再介绍一款假的工具 这个是我拿到的一款HU66的假工具 从咱们直观的看 这款假工具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们所有的注册商标字体 跟我们的完全不同 而且颜色比较浅 做工方面它们的焊缝 后续的焊缝 都是很粗糙 很明显 又就是为了节省材料 节省时间而感知出来的 你看可以对比一下咱们的 大家可以看出来有明显的差别 而且这个假工具 我在用过一次以后 出现了钥匙体变形的状态 还是希望在咱们购买当中 一定要认准咱们的李氏官方的网站 3w.李氏Lock.cn 就是李氏Lock.cn 这是咱们的注册网站 也可以加QQ 可以进行电话咨询 这个都可以 再就是咱们的减尺钱 减尺钱呢 这个是一把很久以前的减尺钱了 也是由咱们的注册商标 现在都变成了头像的 注册专利号 还有中心线 减尺牙 还有这个刻度线 咱们通过钳子呢 对付皮进行裁剪以后 可以完整的对宽缩进行度视 下面咱们讲 先要对HU66大众所进行开启 首先将工具插入锁心 所谓的将工具插入锁心 大家一定要确保工具是否以完整的插入锁心 因为很多是出现一些偏差 就是没有进去 你当测尺号的时候 那就完全测不到 只能测到几个 这样是不对的 应该先要确定工具是否完整的插入锁心了 如果插入锁心了 那好我们进行测试 现在测试弹片 一有二有三没有 这个所谓的有没有弹片 主要是咱们在下压这个 翘杆的时候 翘杆的时候 指针下压以后主动反弹 就是工具给你一个力 让你下压的指针 自动弹回来 这样就是有片子 没有的话 就是压下去以后 根本就没有反应 它不会外加你一个力 就像咱们按弹簧一样 按下去以后 它会主动 它会给你力 往回弹 这就是所谓的有没有片子 一有二有 三没有 四没有 五有 六有 七没有 八没有 一有没有 上边一没有 二没有 三有 四有 五没有 六有 七有 八有 那么这款所有的排列就是 一二五六三四七八 已经排列 上车头方向开启 还有就是 所谓的到位与不到位 你像 咱们先开启一 它是否到位呢 那咱们要看 也是看 是否有弹性 你看 咱们在一的时候 是按不动的 就没有弹性 它不会主动给你施加一个力 让它回来 那就是没有到位 咱们就对它进行开启 开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咱们的推动感与跳感的配合 不要生硬的硬往下掰 如果也可以稍微的咱把咱们的推动感稍微松一下 就是这边稍微松一下以后 对它进行开启 二到位 三不到位 你看 三没有 就是没有 五到位 你看它是有弹性的 六到位 三到位 三到位 四到位 七到位 八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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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到位 四到位 三到位 有的师傅跟我说 咱们开启有没有简单的口诀 那就大众来说 它的口诀就是 一二五六 对吧 一五八四三七六二进行开启 这样呢 顺序开可能会更快一点 更节省时间 好下面咱们来测试一下 读词 一 是一 一是一 二是二 五 十四 六 十四 再就是 顺序师傅在读词过程中跟我说 它那个指针在 比如说咱们读一的话吧 它指针在二和三之间 这个应该怎么读 那咱们就 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 咱们就读二 三 十一 四 十三 三 十一 四 十三 三十一 七十四 八十三 那咱们读出来是一二一三四四四三 那咱们读出来是一二一三四四四三 那咱们用直读工具 对它进行一个测试 看看咱们读的对不对 也是同时讲一下咱们直读工具的使用 也是将整个工具插入锁心 插入锁心以后 先要测试 一没有 二没有 三 十一 三十一 对 四 十三 对 五没有 六没有 七 十四 对 八 十三 在实施操作过程中 读完一测以后 我们需要把工具进行一个翻转 读另一测 那这样呢 咱们因为是练工所 所以咱们将工具 翻转一下 将锁心翻转一下 读另一测 也是将工具插入锁心 一是一 对 二十二 对 五 十四 对 六 十四 对 然后咱们就对这款锁进行了读尺 并且验证了是否准确 读出来就是一二一三 四四四三 咱们就要需要对副P进行减尺 在减尺之前呢 我给大家看一个咱们副P的抛面的图 平面的图 这个在这脑上比较直观 咱们看一下 应该到底应该是怎样剪的 这是呢 H66-P的一个平面图 在平面图当中呢 绿色的是齿身线 也就是一号齿身 二号齿身 三号齿身 四号齿身 黑色的呢 是齿位线 这个齿位线和齿身线 在相应的在咱们的副P当中 其实是一个概念的 咱们副P的一 是在最底端的 也就是我现在出现的这一条红线 如果读齿是1的话 是咱们不需要进行裁剪的 因为1它就是已经给你做好的1 不要裁剪 2的话就需要剪 咱们在副P上看到的第二条 第一条线 因为在副P上只有三条线 它是从二三四开始 咱们就像现在读到的一个 读到的这个 一二一三 四四四三 进行一个裁剪 先首先画出1 1是不用剪的 是在这儿的 2 2是2 是需要剪一道的 3是1 这个是不需要裁剪的 因为它就在下边 4是3 3是所谓的副P上的第二条线 54 那就是最顶端的一条线 64 最顶端的一条线 74 最顶端的一条线 83 中间第二条线 也就是从下边数第二条线 咱们至关的看到的第二条线 把所有的连接起来 10 35 4 5 这些根据到的 9 8 3 6 7 多余的肯定是剪掉的 这个被涂了红色的部分 是需要剪掉的 就是我们不需要的东西 掉到的钥匙是这个 蓝色的部分 咱们拿到钥匙是这样一个形状的 然后两片付皮同时剪 那就会剪出钥匙 好,那么咱们现在下面呢 对这个钥匙的付皮进行开剪 首先拿到剪之前 1是1不用剪的 因为它已经表好了 2是2 那咱们用-P的2号尺位的尺位线 与中心线对齐 将2剪掉 3是1不用剪 4是3 那就是第二条线 也是中心线对齐 也是中心线对齐 也行抬剪 5是4 6是4 7是4 那中心线对齐 4 5 4 5 8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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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6 6 剪掉 剪完以后 用剪纸前的后侧 将它压直一些 因为在剪的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 那好 我们看一下 两个剪的是不是对 将主皮 都在中间 咱们试试这样能开启吗 开不开 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开开 那是因为咱们没对 这个副皮进行修剪 因为在咱们裁剪的过程中 是有很多的多余的芽 建议呢 咱们在剪完药齿以后 还是要对副皮进行一些修整 将多余的芽 多余的芽稍微剪一下 修整一下 在修整过程中 也不要修整的太大 一定要注意一下 咱们的齿威 读出来的齿威 是不是有影响 不要搬来读出四来 一下拧一下剪掉 将我们有用的全部剪掉了 那样也可能会对开启有一定的影响 修整完了以后 咱们两个副皮稍微的相互搓一下 这样呢 可能会比较圆滑一些 比较圆滑 这是对它一些进行平整 然后剪掉这一块 我不建议两个副皮一块剪 这样会对咱们的剪之前有一定的损坏 因为两片毕竟比较厚嘛 咱们还是要一个一个的剪 为了咱们工具的使用时间比较 使用时间和质量来 也是有保证的 好 猪皮复皮 阴影裁剪 开启 已经开启了 这就是呢 咱们今天主要讲的 HU66大众的开启 督持 坚持 希望各位师傅呢 在咱们具体的实践当中 继续根据咱们的视频 总结一下自己 可能在开启 督持方面的不足 还有就是 希望各位师傅 通过看视频 追着我哪个地方 讲的不正确的话 可以及时的联系我 我会及时的改正 好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